演唱片《避難說》 《避難說》 電影在我的整個創作裡面 它不是只有你在戲院裡面看到那個樣貌 它是非常多可能性的 非常多 包括電影外的那些東西 非常多 有興趣看電影怎麼樣去美術館 交流會是第一步 但是我一個 我覺得是實驗 好像飛走不可的一條路 很想做的 多少人來看不重要 但時間空間都是非常 給這個新的觀眾培養的一種很大的可能 我很想知道那面牆的話 對於角色圓演到底是 什麼意思會讓他們這麼很有情趣 他指令就是要我跟陳商琦看那幅畫 第一班高鐵過去 導演怎麼還沒喊咖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甚至陳商琦哭了我都不知道 對 最後第二班高鐵也過去了 我說我再不行動 他可能要拍到天亮 我就可能是 某個力量把我拉過去吧 我就靠近他 在他身邊給他個安慰吧 剛剛有提到說 後面會有個美術館上的一個呈現 那這個呈現和這個電影作品之間的關係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待這樣子 至於是所謂的兩套作品 還是說這個系列 發想的線路 每一個都有一個出處 每一個出處都好像在解決一些問題 美術館也是在解決一個問題 我們被先指出看到差不多一樣的電影 所以我們頭腦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很希望大家有不一樣的頭腦 什麼頭腦我真的也不太知道 電影是什麼時間的概念 時間和空間的藝術 它是影像而已 可是我們看到什麼 我們看到劇情沒有看到時間 我把電影變成生活的一個重疊了 它不是逃避現實 它很可能要回歸到現實 知道演員在就是 比如說表演的時候 是下什麼指令 然後讓余康生先生是這樣的表現 然後還有這個問題是余康生先生 就是在長的時間段表演之後 接到那指令之後 就是你做那指令之後 心裡在想什麼 它有一個環境有一個狀況 然後你在那邊 可能你要先首先要編一張白紙 利用你的生活經歷 或者是時間生活來演這場戲 那比較沒有很多東西可以依據 可以準備的 所以你只好在那個白紙上可以盡情的揮煞 我後來不會倒戲 演員都跟小狗一樣 演員都跟小朋友一樣 這些大人演員 我也follow他們 所以我說 不要老是覺得 我們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們不能做很多事情 我們只是一個觀看者 Oke 後面 那 舞